第4733集 反观混沌摩帝那边 神色变得极为难堪 这两个家伙其中的任意一个 他都不怕 但若是二人连起手来 即便是他 也得好好思考一下 废话不多说了 混沌摩帝 既然万年前 未曾将你完全消灭 今日便一战斩去红尘市 那你便来试试 混沌摩帝自然不甘心这样落败 他仰天怒吼 眼中有无尽寒意翻腾 那漫天的粘稠黑夜 化作一条浩荡长河 这会儿变得不再粘稠阴沉 而是炽热滚烫 比起岩浆还要灼热上万倍 毁灭的道运激荡而出 化作滚滚洪流 净直披斩下来 迎向这两名混沌神帝 此番威力无可阻挡 令人惊骇欲绝 小子 我们二人将力量传与你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混沌炎帝笑着说道 然后他与混沌雷帝对视一眼 二者同时将自己的力量 传给了夜沉 一根闪烁着金色雷霆的神棒 异常恐怖 符文飞起急速环绕 而另一道接近沉睡的一火本源 也豁然苏醒 绽放火焰神芒 夜沉一手持雷电神棒 一手握着一火本源 整个人宛若高高在上的帝皇 而轮回血脉 同样爆发而出 在这一刻 得到极尽释放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宛若高高在上的帝皇 混沌雷帝也感受到了夜沉的霸道气势 不由的眼神一灵 只见夜沉将自身的澎氦道运 灌注到那雷霆神棒当中 金色的雷霆越发强盛 冲天而起 于虚空当中震出了雷霆道印 化为一座座神符贴在武器之上 迅极猛烈的光芒破道而出 以闪电般的速度朝着混沌魔帝斩去 强大到极致的力量 往往会在最后关头 完全凝于虚空当中 无声无息 突兀划过 并未惊奇多大声响 却令人毫无察觉 这一棒是战斗本能 也是自身的规则 凝缩到极致的表现 雷之神器与火之本源相互结合 藉由轮回血脉的力量迸发而出 那些触离于空中的黑色粘液 瑟瑟发抖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将两道混沌力量合而为一 混沌魔帝第一次情绪失控 怒声嘶吼 他的目光之中 黑莽闪烁 愤怒到了极点 混沌的本源力量 是这天地间最为强大的存在 每一行混沌 便代表着一种传承 在一个时代只能传于一人 混沌力量相结合 这是以往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所以混沌魔帝失声惊呼 连混沌雷帝与混沌炎帝 眼中也是闪过了一抹诧异 他们二人 是想将这两股力量介于叶辰 凭借数量的优势来击败混沌魔帝 但现在看来 叶辰似乎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毁灭之力 道运流转 凛冽奔出 化作一道死亡长河 瞬间掀起了惊涛海浪 无尽翻涌 滔滔而来 混沌魔帝极力阻挡 却仍无法挡住 这三方力量所组成的血色长河 瞬间将其淹没 那如魔虫一般 趴在空中的黑色黏液 也被一一破解 消融无声 叶辰立于空中 刚风凛冽 吹过他的面旁 却无法浮动其坚毅的眼神 钢铁般的意志可汗天地 叶辰拥有天赋 还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雷帝 你找了个好传人呢 混沌炎帝不由地感叹一句 混沌雷帝微微一笑 现在也是你的传人了 混沌炎帝顿时哈哈大笑 你说得也对 我已经将一伙本源 都给这小子用了 他确实算是我的传人 不过说起来 另外三个家伙 怎么着也不会想到 我们二人的传承 竟然同时给了一人 是啊 风云诡诀 世事难料 又有谁能料到 混沌摩帝的一丝神魂 还存留世间 且看吧 看看这小子 能创造多大的奇迹 两名混沌神帝 看上去丝毫不担心 事实上 他们也无需担心 夜沉所迸发出的极致力量 穿透了这片 黑夜覆盖而成的海 炽热的神芒 连挡都挡不住 他的一剑 竟然恐怖到了如此地步 那通天雷霆散发之后 与一伙相凝结 组成了虚幻的光子剑身 与剑柄 轮回血脉最终旋转着冲出来 发出逆天的咆哮声 组合成了这把滔天神剑的剑刃 致命的气息恐怖如斯 混沌摩帝再也支撑不住 他在感受到了如此疯狂的力量之后 头疼欲裂 连周围所占的黑色魔艳 也若隐若现就快支撑不住 这小子到底是从哪来的怪物 能将炎帝与雷帝的力量融合为一 最可怕的是 他本身所携带的那一股血色力量 简直贯穿古今 横断万古 无比的恐怖滔天 海量的杀气无穷无尽 爆发闪耀 化作无数灵力的血色光芒 宛若剑与雷霆 瞬间洞穿了层层黑夜 命中了混沌摩帝的那一丝神魂 混沌摩帝放声嘶吼 依旧无法阻止毁灭的到来 哼的一声 他的身躯魂体化为漫天星雨 挑扬而下 但紧接着被锋利的剑芒 卷入其中 支撑了片刻 最终还是泯灭成尘 至此 那名从混沌之中诞生的 滔天魔帝宣告陨落 混沌雷帝与混沌炎帝见词 神色复杂 唏嘘感叹 混沌魔帝也与他们处在同一时代 当初是照耀天地的大帝级人物 现在也已经泯灭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诞生于混沌的那一批人 已经所剩无几 这个时代终究还是不属于他们 瞬间的叹息一闪而过 当夜晨收起霸道的气息 在此恢复正常时 混沌二帝走上前去 笑着恭喜 这老家伙的最后一缕神魂 被你找到了 可喜可贺呀 也只要一缕 你便可继承完整的混沌雷帝法则 成为执掌混沌神雷的人 混沌炎帝笑着说道 此番话语倒是让夜晨心中一惊 旋即神色振奋 混沌神雷 那可是混沌雷帝的惊世杀招 即便在此之前 混沌雷帝已将传承功法授予他 但仍旧缺少那一丝真实的道义 如今这丝道义补充上了 他的传承也趋于完整 混沌雷帝满意地点了点头 获为欣慰 他这一生性子高冷 孤傲如寒霉 从未收过徒弟 直到神魂残缺 苟延残喘之际 方才有所醒悟 如今也算是归于圆满 再也没有遗憾 师父 你大可放心 我会继续将混沌神雷 传承下去的 夜晨从混沌雷帝的面部表情 推断出他心中所想 于是立马拱手 满脸郑重地说道 混沌炎帝笑得更开心了 好小子 居然还懂得笼络人心了 您也是我师父 夜晨说道 你这个徒弟倒也不错 只不过 若是真正想获得我的传承 恐怕你得前往离火之地 找到我存留在那里的一缕 混沌之火才行 那是我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 混沌炎帝言语至此也有一丝感叹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混沌无子的光辉已经成为了过往 那便好好在轮回目的当中修养生息 将传承受于夜晨 或许他们能见证夜晨从小有名气 到独霸天地 此处的危机已然解除 不过混沌雷帝 依旧维持着圣雷海的假象 你快趁此机会 练画混沌神雷 那两个老家伙还在外面等着呢 你将神雷化为己身的部分 他们便无法察觉 混沌雷帝如是说道 混沌神雷 可是天地间的智威之物之一 他的本源雷霆 在他眼中看来 玄冥二老这等低级的存在 还没资格染指 接着 一道神雷从海底深处缓缓游来 细小如蛇 却凝聚着极致的璀璨光辉 其余那通天雷柱融为一体 缓缓散落化为流光 尽数进入夜晨体内 这道神雷在他的体内游走奔流 但是却没有任何侵略性的力量 如此一来 却让夜晨有些不习惯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毕竟他一路一来 炼化各种武技 法术以及宝物 每一次都得承受程度不一的痛楚 当夜晨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之时 混沌神雷已经凝炼成形 在他体内汇聚成了一条小小的雷霆 可随时融入轮回血脉当中 混沌雷帝与混沌炎帝也接回到轮回墓地当中 不过在临入墓地之前 他们交给夜晨一颗细小的黑色种子 那是混沌魔帝所留下来的 当然 那也只是混沌魔帝的一丝残魂 只不过已经没有了自我意识 除非夜晨能找到混沌魔帝 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分神魂之力 方才能将其据为己有 到那时候 混沌魔帝的神魂将会成为夜晨的强大助力 不过其流于世间的神魂之力 哪会如此好找 诸天万界太过辽阔 无人去过的禁区就有许多 至今还有万族高手未曾到过的时空 将混沌神雷融于血脉当中后 夜晨便走出了这片圣雷海 而在外界 随着战斗结束 神魂的传承被收取 这片圣雷海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景象 轰隆隆地响起来 一直站在外面等候的玄冥二老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玄老更是眉头紧皱 望向这片圣雷海 不过就在这时 震荡的声音传来 令其神色一阵 这绝不是普通的响动 而是产生了真正的变故 玄老已经拿出了几样顶级法技 准备迎接雷霆力量的冲击 他要借此机会 一举进入那深处的禁区 夺取那样顶级雷霆神责 不过就在这下转称 不过就在这下转称 不过就在这下转称